Hive旗下新人女团艾莉特自出道以来争议不断 先是主打歌MV充斥大量的新暗示 再来再得到一位时 安可舞台上的不佳表现 就让众人质疑他们的歌唱实力 以及怀疑他们的音乐成绩有灌水 日前闽西珍更指控艾莉特操习New Jeans 先起韩网热议 而近日有韩媒新闻标题写到 不管闽西珍说什么艾莉特已经是世界级了 内容则是提到艾莉特凭借首张专辑 已经极深宣求明星行列 而这样的说法就让网友杀眼表示 好羞耻都不敢看了 可是我觉得闽西珍更有名 另外成员Wanty出道短短一个月的时间 就拿下宝矿沥水德个人代言 当时还没标题直接写下 比孙艺珍更清澄更漂亮 瞬间就在网上引起她发胜 许多网友批评 Hive一直拿别人做比较的宣传方式 很过时有难看 只会更加引起众人对他们的反感 纷纷炮轰 记者是不认识孙艺珍 没看过孙艺珍的脸吗 艾莉特真的是要走黑红路线